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快熟早餐饼 10分钟搞定 做法超简单 准备几个土豆和圆葱 把土豆插成丝 倒入清水 清洗掉表面淀粉 防止氧化变色 然后撞干水分 接着把圆葱切成丁 放入到土豆丝中 再擦点胡萝卜丝 加入一小勺盐 饲料胡椒粉 取三个鸡蛋搅散倒进来 再加入饲料面粉 搅拌成像这样的糊状 淀点成预热后刷油 把面糊倒入锅中平铺均匀 再撒点黑芝麻 表面再淋上少许油 之后盖上盖子 开小火焖三分钟 然后打开盖子 利用一个盘子将它翻面 再盖上盖子焖三分钟 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 美味的早餐饼就做好了 再切成小块就可以享用了 多吃圆葱好处多 试试这个做法 既简单又营养 如果你也喜欢就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